民党立援黨團二十四號 遺失花蓮舉行共識營 晚會朱立倫霸氣說 這次經費通通黨中央買單 因為他有這絕招 三天兩夜共識營 朱立倫幽默要大家放開心 但面對民眾關心的法案 朱立倫說討論重點 一定是提出的三十二條優先法案 要凝聚大家共識 更呼籲八大委員會的運作 每位委員都要這樣做 九號開始是各個委員會 就要開始運作 有哪一些重要的法案 一定要通過 這個是我們大家必須要在今天 凝聚共識的 引起各位委員 尤其是新的委員 要多去各個委員會 去瞭解 去立列 去發言 二十九號強舉行八個 常設委員會的招委選舉 有沒有可能禮讓民眾黨 民進黨說黨團要走自己的路 那國民黨呢 在過去幾次的黨團協商裡面 好像還沒有建立起相關的默契 硬要就是在招委的選舉上面做合作 那有可能會造成會不會有不同的意見 觀察一下說他們整個黨團的動向 跟他們想要跟我們合作的一個誠意 合作的也不錯 下個會期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考慮 去理讓 然後能夠深化我們的合作 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 張鴻孟凱說 國民黨當仁不讓但不代表不合作 如今藍綠自提人選 能不能八個委員會各拿下一席招委 二十九號見分校 接下來將有此理選 華聯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